东晋的车雁从小就喜欢读书 他在父亲的教导下更加发奋工读 学习各种知识 车雁小小年纪就很懂事 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 他白天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晚上才挤出时间读书 但当时家里穷得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 一到晚上,车雁就没法看书了 车雁白天没时间看书 晚上又看不成书 心里非常着急 一天晚上,车雁和家人在外面乘凉 他发现有许多像星星一样的萤火虫飞来飞去 发出点点亮光 车雁灵机一动 要是把这些萤火虫的光聚集起来 不就是一束亮光吗 于是,车雁找来了一块透明的纱菌 缝成一个小袋 把捉来的萤火虫放到袋子里 萤火虫发出微弱的光 就像一盏小灯 这下,车雁不用再为虚度晚上的光阴而难过了 他利用这种小灯,读了很多书 学到了不少知识 后来,他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成就了一番事业 在这些萤火虫发出微卫的光阴 在那里,你将在这种小灯